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叫做感应电动机 这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多的电动机 我们一开始要先跟各位介绍感应电动机的基础原理 我们把它叫做阿拉哥旋转 在这个影片,我们需要跟各位解释 第一个,什么叫做阿拉哥旋转 以及涡电流的效应 这位阿拉哥是一个法国人,他曾经当过法国的总理 他除了对政治有贡献之外呢,他对于科学也是有贡献的 当他发现这种现象之后呢,把他工作于是 让后续的科学家继续接着他的想法和往后去做实验 我们现在看一下阿拉哥旋转他的特性是什么呢 在这张图上面呢,中间有一个圆盘 这个圆盘一定要是金属的 然后外围的话会有磁铁 我们会在磁铁上面做一个很特殊的动作 就是旋转 当磁铁开始旋转的时候呢 阿拉哥发现中间的圆盘会跟着磁铁的旋转方向而跟着移动 无论是正向移动 或者是反向移动 中间的金属盘都会跟着磁铁去做移动 这个就是所谓的阿拉哥旋转 而且因为中间是个圆盘 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为叫做阿拉哥圆盘 在七年之后 法拉第根据他的看法发表了电磁感应理论 去说明阿拉哥圆盘为什么会旋转 法拉第说 只要磁在导体的外面做移动 导体也会跟着相同的方向去做移动 原因就是涡电流 而且呢,银跟铜的效果会是最好的 想想看为什么银跟铜的效果会是最好的呢 在分析阿拉哥旋转之前 我们必须要跟各位复习两个定则 第一个是弗莱明右手定则 它呢,可以根据导体的运动方向 以及磁场的方向得到感应电流 请注意是导体两个字哦 之后我们会再使用弗莱明左手定则 去找出导体的受力方向 我们就来跟各位解说阿拉哥旋转的基础理论 首先在这个图上面呢 我们去定义磁场是由N级往S级去移动的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向下箭头 来代表磁场的方向 接下来当磁场往前方移动的时候呢 我们根据刚才跟各位特别关注的两个字 就是导体切割方向 实际上导体真正切割磁场的方向 是在反方向哦 我们再透过弗莱明右手定则 拇指的方向是导体的方向 是往左边的 然后呢磁场是往下面的 最后可以得到电流就是往这个方向 弗莱明右手定则所指出的电流方向 事实上它就是由磁电流去组合出来的 之后我们再根据弗莱明左手定则 食指指向磁场 中指指向电流 之后拇指就会是音力的方向 原盘就会跟着磁铁移动的方向 而进行旋转咯 这个动画很完美的模拟得出来 如果磁铁在原盘外面移动的时候呢 它所产生的磁电流 外观跟它的特性 各位可以做一个参考 在这个简短的影片里面 我们就是跟各位解释 阿拉格旋转是感应电动机的基础原理 磁场往哪边走 导体就跟着往哪边走